莫小如笑了笑 在幾天之前 龍頂天王王不可終日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多的官畫 看來他的危機是過了 現在又恢復到官僚的本色 他說的這些話誰不明白 但這些都在面上邊的東西 自古以來面上的那一套 是給其他人看的 底下的那一套才是自己心裡最有數的 龍頂天拿到明面上邊的東西 在這裡騙莫小如 他以為莫小如只不過是一個 一拍後尾枕就說做的人 這樣的想法和龍右圈差不多 都覺得莫小如成不了事 路市長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想成立一間房地產公司 正式地參與唐州房地產市場 為唐州的城市建設出一份力 但是呢 我即使是成立了房地產公司 也是一間很小的公司 漢頂集團或者是英雜集團 動一下手指頭就可以捏死我了 我是想在龍市長這裡找些安全感 莫小如笑著說 安全感 龍頂天驟眉 望向她妹妹龍右圈 從入屋起 龍右圈就沒有出聲 以免令莫小如這傢伙 再覺得自己和大哥一起堂塞她 所以既然你要來 我就陪你來 你們之間談 至於談得怎樣 我不管 讓你莫小如撞一下牆 就知道哪裏痛了 但是龍右圈和龍頂天都忽略了 莫小如的面皮厚度 按照一般人來說 龍頂天將話說到那個份上 也應該知道好大了 但是莫小如飛達姆停下的意思 反而來了一句狠話 對了,龍市長 我說得是不是太文雅了 嗯,講白了 我是想龍市長再培育一個英雜集團 就是我的公司 這下不單是龍頂天震著了 就連龍右圈也呱了一下 嘻,這下真是崩口人的崩口碗 龍右圈覺得她瘋了 這就是玩什麼 望向莫小如 莫小如,你是不是路有問題 你拿什麼和英雜集團給 龍右圈拉了她一下就說 我現在是沒辦法和英雜集團給 但是當時的慕英雜有什麼 還不是被龍市長培育成唐舟首富嗎 我至少還給慕英雜有些文化吧 莫小如武里龍右圈 而是望向龍頂天 龍頂天沉默了一陣,搖了搖頭 你成為不到無英雜 你的公司也做不到無英雜這樣的狀態 別說其他 無英雜靠打打殺殺 就可以賺到很多錢的那些日子 已經一去不復返 機會很重要 我覺得不一定 就要看龍市長幫不幫我 現在的房地產市場 雖然不像以前那麼火爆 但現在進去還不止 至少在好的地段 那些房子是不愁賣不出去的 價格也是居高不下 政府採取這個措施那個措施 不是都是為了賣屋嗎 但價格降不了下來 因為政府拿走了房價的大部分錢 降價誰做啊 莫小如悍悍而淡 感到是令到龍頂天刮目相看 嗯 我知道你這個年輕人是能做事的 但這樣遠遠還未夠 這個市場很複雜的 我知道很複雜 但有龍市長色衫教導 我相信自己很快就可以掌握其中的門道 我這個人的優點就是學習快 莫小如一點都不客氣地說 龍頂天點了點頭 望向龍幼圈隔了一會才說 好吧 你的問題我會好地考慮 明天晚上你再過來 我和你給個答覆吧 莫小如笑了笑 沒有在這裏再擔角 起身和龍頂天握了握手 離開龍家 也沒有理龍幼圈 他知道龍幼圈肯定不會走 他要留下來和龍頂天商討事情 果然 莫小如離開龍家 沒有人送 但他有一個人 站在武紀院的陰影 等莫小如出來 不是其他人 正是龍頂天的兒子龍文漢 莫小如記得他和羅家一起上樓 想不到這傢伙在這裏等著自己 看來別墅還有後門 莫小如的車子剛剛啪著 這傢伙就拉開車門 坐進來 什麼事啊 莫小如看了他一眼就問 對於這傢伙 莫小如是一點好感都沒有 董子密善我一夜 你是不是有參與啊 龍文漢生氣爆爆地問 咦 董子密善你 善你什麼 你太將自己當回事了吧 莫小如不屑地說 好 你不認也沒關係 我遲早都會查得出的 到時候不要怪我沒有警告過你 還有 嘿嘿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要和羅家結婚 到時候 歡迎你過來喝起酒 龍文漢笑得有點詭異 好啊 要不要我做伴郎呢 莫小如也在這裡笑 笑得也很詭異 兩個男人各懷鬼胎 在這裡進行交鋒 多謝啦 不用啊 啊 那我結婚的時候 歡迎你來做伴郎啊 啊 都不好的 你的背份不對啊 侄仔怎麼可以和舅父做伴郎呢 莫小如怪笑著說 龍文漢一疾 好像意識到些什麼似 伸手捉著莫小如的三嶺 生氣爆爆地說 莫小如 你忍住一下 我姑姐是什麼人啊 你又算什麼東東啊 竟然敢打我姑姐的主意 你都不懂我督尿出來 照看你自己的樣子 你配嗎 莫小如笑了笑 手臂輕輕地一抬 將這傢伙的手撞開 順手就刮了一巴 把龍牙就放在喉嚨那裡 低聲這樣說 喂 以後和姑娘說話 客氣一點啊 如果沒有你這個 管不住自己的褲頭帶的人 你老爸都不會求到我頭上 如果不是我開車救了你老爸 今天你老爸就是頭七了 對於這些事 龍文漢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因為他的事 龍家這些日子 進行了幾多背後的博弈 你都有一直都感覺良好的 和我拉下車吧 你和羅家傑夫可以 對他好一點 如果讓我知道你對他不好 我會令你永遠消失的 莫小魚生氣爆爆地說 他從來都沒見過莫小魚這麼兇 還想著利用和羅家結婚的這件事刺激他 但想不到人家早就暗道陳倉 和自己的姑娘搞在一起 這一點令到龍文漢無論怎樣都不可以接手 回到客廳之後 見到姑娘和老爸正在聊天 他一時忽躺在沙發上邊 看著龍友圈看了幾眼之後就問 姑姐 你真的要和莫小魚結婚嗎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龍文漢 這樣一句無頭無腦的話 令到龍頂天和龍友圈都是一疾 龍友圈就起眉問 結婚? 和誰結婚啊? 和莫小魚啊? 她剛才跟我說 你們不是真的開玩笑嗎 她有什麼好啊姑姐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她的關係嗎 你竟然 你這樣就等我難堪 那以後 見到面怎麼辦 龍文漢很急的樣子 和你有什麼關係 你是說羅家嗎 她和她都是過去認識 再說 我和誰結婚 還要你來決定嗎 龍文漢 你也不用了 是時候做些正事了 和你媽媽好好學習 怎麼做生意 將來這些生意 你不是準備都敗了嗎 龍友圈面色一旱 語氣就重了很多 說到龍文漢 面色也不好看了 但對於她這個姑姐 她又愛又怕 所以即使是龍友圈這樣說 也不敢頂嘴 反正不管你說什麼 我都覺得莫小魚根本就不配你 龍文漢 暗暗沉沉沉地說 唉唉 我聽不明白 莫小魚和羅家做什麼 龍頂天就問了 羅家曾經是莫小魚的前女友 後來因為莫小魚退學 所以就分了手 我們這位龍大少就接了手 這下就衰在手裡 龍友圈言語龍文漢 姑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畢竟羅家也有龍家的骨肉 唉唉 我正式通知你們 我要結婚了 我和羅家 就在年底拉上天窗 說完龍文漢 不再理龍友圈和龍頂天 直接就上了樓 好 龍頂天和龍友圈面面相取 龍頂天生氣爆爆地說 唉 那個臭小魚 是不是傻了 何家的事都還沒過去 你現在又搞事 先不要理他 莫小魚這件事 你打算怎麼處理 龍友圈沒有再理龍文漢的事 我想聽下你的意見 我剛才跟他說在市裡的打算是真的 不是跟他打官腔的 估計這個臭小子 認為我在打官腔 其實你覺得他怎樣呢 看來他想做第二個毛鷹澤 毛鷹澤是個流亡 很多事他都做得出 但是莫小魚不一定做得出 他做不夠壞 我不是擔心這個 我近幾年扶持了毛鷹澤多少 沒想到 最後就這樣養出一隻白眼狼 如果是莫小魚的話 你這隻狼 早就已經跌倒了我了 你說莫小魚會不會是下一隻狼 龍頂天心有如貴地問 人心難測 誰說得好 龍右圈搖了搖頭 在他的眼裡 莫小魚最好是老老實實做一個藝術家 這是他為莫小魚的規劃 可以利用他和狼堅白的人物 為莫小魚在藝術上鋪腦 但現在眼下莫小魚不務正業的時候居多 對於現實的藝術道路 倒是沒有多大的興趣 一句話 這個臭小魚好騙滿 正道的事 按捕酒吧的事 他就沒有多大的興趣 所以 這些都是我擔心的 你阿嫂做的這些生意 其實足夠農家 風衣足食食幾小 但是要再發展下去的話 真是沒辦法 文漢不是這個材料 吃喝玩樂是可以 接管我們的產業 真是沒辦法 所以 我一直將希望寄託在你身上 但是你遲遲都不肯結婚 那這件事 真是一件大事 莫小魚 龍鼎天本來想著 順著剛剛龍文漢的話 向下講下去 想叫龍幼圈和莫小魚試一下 但是被龍幼圈一句話打斷了 大哥 你都認為他跟我合適嗎 他是甚麼人你不是不知道 爛仔一個 我對他沒有興趣 龍幼圈唯心地說 他之所以這樣說 因為他看出來了 大哥是想以此為幫助莫小魚的交換籌碼 龍鼎天打定了主意 自己如果決定幫莫小魚 那就要龍家把莫小魚拿到實一實 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莫小魚和龍幼圈結婚 作為龍家的女婿 再有龍幼圈在一邊監督 這件事就不難辦 興趣是可以培養的 再說 那個臭小魚野性十足 如果不和他上一副枷鎖的話 我就絕對不會和自己再找麻煩 幫不幫他 那個是你的事 和我沒有關係 你不用指意借我過橋 對這件事我不敢興趣 再說 我本身是不同意他搞甚麼房地產的 無論是木英澤還是英康寧 都不是那麼好打交道的 莫小魚和他們鬥 只有死路一條 龍幼圈說完起身就走了 連招呼都沒有打 看著離開的龍幼圈 龍頂天手折折 在沙發上面有節奏地敲打 他算是看出來了 妹妹今晚說的話 多麼言不由衷 如果說不同意莫小魚涉足房地產 那倒是真的 但如果說對莫小魚沒有一些情分 他的情緒不會像今晚那麼異常波動 龍幼圈走了之後 龍頂天的老婆忠曉蘭下樓 看著一面凝重的老公 坐在龍幼圈剛剛坐過的地方 你真的打算 讓小圈和莫小魚結回 我想 我想就可以了嗎 你沒有看到他的態度嗎 這件事 算我是亂點鴛鴦了 龍頂天對忠曉蘭的話 同樣是言不由衷 那據我說 最好不好 我聽文漢說 那個莫小魚 只不過是小圈的一個學生 那個學生和老師結婚多不好聽才行 再說 我們家裡什麼人家 那個莫小魚 他算什麼東東 他家裡什麼情況 你清楚嗎 這樣亂點都行嗎 你懂什麼 你是有出力 但是你看看你兒子中到 成了什麼樣子 何家那邊的事情還沒搞定 你現在又做些東西給我 我真是吐血了 他可能要去蹲監了 鍾曉蘭 真的要這樣的話 這個家 你還有些什麼 龍頂天壓低聲在罵 這句話一出 鍾曉蘭 啞口無言 這段日子 他也是吃不安睡不下 萬一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可以說龍家就會敗了 看著你的兒子 做好你的生意 以後家裡的事你不要管 成事不足 大事有餘 龍頂天講完 就上樓睡覺 留下一面惶恐的鍾曉蘭 在樓下獨自在哭 龍文漢一看龍頂天上樓 偷偷地鼠忽下來 坐在她媽媽鍾曉蘭身邊 細聲地說 媽 我猜這件事你真的要理一下 千萬不要讓那個莫小如得逞 她在這裡報復我 在這裡報復羅佳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 歡迎你收聽 你給我閉嘴 從今天開始老老實實 和我留在家裡 等到羅佳生哥的嬰兒再說 你搶的禍還沒夠大嗎 你遲些 把我們整個人都搭進去 鍾曉蘭這次也火滾 以前她是寵愛的兒子 以為龍文漢一直都是個小孩子 可以出些什麼事 但這一次她見到後果 可以說離家破人亡已經不遠 媽 我 我知道了 所以 我要和羅佳結婚了 我剛才和我老爸說了 年底就結婚了 年底就結婚了 算下也沒有多少日子剩下 你準備一下吧 龍文漢不只是在這裡商量 而是在下通知 你…你…你…你想氣死我吧 她現在羅那麼大那套 你想讓親戚朋友 怎麼看你們呀 怎麼看我們龍家 鍾曉蘭堅決不同意羅佳生子之前結婚 但自己的事自己知道 現在只有羅佳一個人知道她現在不行了 萬一這件事傳了出去 自己再也不用只要找其他女人 所以無論怎樣都要把羅佳留下 如果不和羅佳結婚 萬一羅佳把個寶寶帶走了 那她就面臨再找個女人生子的問題 但是自家現在這個情況 還可以生得出兒子嗎 嘿嘿 這樣就天知道了 所以無論是羅佳還是寶寶 都是她最好的護身符 即使是自己這個病 真的看不好了 對龍家來說 自己也算是完成了任務 這件事不由得你們說 先不辦婚禮也行 但是一定要先領靜 就這樣辦吧 龍文漢站起來準備上樓 這條橋是誰想的 是不是羅佳 羅佳這樣說的 一路說 一路向樓上走過去 龍文漢一下沒有拉住 鍾曉蘭就衝進羅佳的房間 羅佳還未睡 她正在想自己做了這些事 聽信了莫小儀的主意 把龍文漢搞殘了 不過現在龍文漢又纏著和她結婚 自己應該怎麼辦 就這樣一輩子活吧 為什麼覺得自己被莫小儀騙了 但話又說回頭 這件事是她自己親手做的 怪得誰 而且龍文漢是不行才回到她身邊 當她還是個男人的時候 自己整個星期都很難得見到她一面 哪裏像現在攀都攀不走 媽 你做什麼 她大了肚子 龍文漢馬上跟了過來 這一次 鍾曉蘭都是沒有發癲 而是坐在羅佳的床前 但是羅佳正眼都沒有看她 自顧自感看著手裡 關於玉兒的書籍 羅佳 結婚的事可不可以等到生完BB再說 鍾曉蘭試探著問 無所謂 我無所謂 結不結婚都無所謂 你們龍家如果想結婚 那我就結婚 如果不想結 那都無所謂 我帶著BB走 你們再找其他媳婦就可以了 羅佳無所謂這樣說 哎呀 說話又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沒說過不讓你們結婚 我只是覺得 你現在身體不方便 結婚其實都是很累的 所以了 鍾曉蘭想解釋一下 但話都未說完 就被龍文漢搶了過去 我是這樣想的 羅佳 我們先去結婚登記 等你生完孩子的時候 我們再補辦婚禮 然後我們就去歐洲 或者美國那裏旅行Honeymoon 只要你答應的話 就可以了 怎樣呢 對於兒子的巨大變化 鍾曉蘭真是嚇了一跳 曾幾何時 這條臭小子幾日都不著家 更加不要提 好像現在這樣 忙前忙後 事後羅佳 羅佳現在好不耐煩地 說要睡覺 鍾曉蘭說 啊 亦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跟龍文漢退了出房 並且看羅佳關了燈 你講什麼情況啊 兒子 你說啊 究竟他什麼回事啊 我為什麼覺得他不想跟你結婚 你們是不是又吵架啊 鍾曉蘭莫明奇妙的問 龍文漢自然是不會說自己的私隱 所以一直都是支支吾吾 將這件事瞞過去 但是他的心裡卻異常灰暗 天下的男人恐怕沒有被在自己身上發生這樣的事再無奈不過了 相較於龍頂天這個時候的心情輕鬆 現在的董天明可謂是憤怒 不是因為其他 而是在他最有把握搞定龍頂天的時候被市委書記在背後插了一刀 嘿呀 來日到可謂是直擊妖害 看得出來 市委書記齊元正和龍頂天已經秘密地結合在一起 齊元正的話雖然是不偏不倚 但是在董天明看來這個是不折不扣的警告 按道理來說齊元正是個京官 對唐州本地是不熟的 而且來唐州工作也只不過是杜下金 回去之後有提升的政治資本 但想不到他還真是準備紮金 這樣就令到已經把龍頂天條頸勒到實一實的 他來講就不可以無所顧忌了 喂老爸 你的意思是齊書記想站在龍頂天那邊 董之密坐在董天明的對面 和他老爸倒了杯茶遞了過去 唉 這個是一個交易 齊元正不見得知道龍頂天的兒子做了什麼事 但是這件事畢竟還是龍頂天的兒子做的 而不是龍頂天做的 所以一旦查起來 到底可以被龍頂天帶來多大的負面影響 實在不好說 我倒是覺得這件事要重新考慮一下 對了 小河那邊怎樣 何亭頂家裡不是人那麼笨 他們說得明白 不要工作也要告到龍家塌 還說要去北京上訪 那有什麼用呢 你去勸一下他們 不行就算了 現在潘家村改造最為重要 只要沒有鷹雜不拆手就可以了 對於龍頂天這條老爺 只能夠暫時先放一放了 老爸 這件事就這樣算 那我們所有計劃去白祖 白祖 你還真是好好檢討一下你自己 我聽過莫小如救了龍頂天一命 這個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你查了沒有 根本沒有可能 這件事不用查都知道是龍的 怎麼可能呢 我跟他這麼索 他不是這樣的人 兒子啊 知人口面不知心 畫龍畫虎難畫骨 你還是小心點為好 凡事多點心眼 不要被人家賣掉 董天明很不放心地說 雖然兒子也是一個正於計算的人 但是有些方面還是太自亂了些 顧得頭就顧不到尾 然後到處才 到處才 到處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